接下来关心一则轻松一点的消息 封冰箱公所今年3月份 以龙虾和飞鱼为创作办理吉祥物甄选绘绘画近赛 一一得奖作品巨型大型公仔名为虾儿与鱼儿 不仅是封冰箱的吉祥物宝宝 虾儿和鱼儿也和乡长江丽婷 共同拍摄防疫宣导影片 加入封冰箱的防疫阵线 大家好 我们是封冰箱公所的吉祥防疫宝宝 国内疫情严峻的当下 严格实施防疫措施的封冰箱公所 有请新诞生的封冰箱吉祥宝宝公仔 鱼儿与虾儿来助阵 加强宣导防疫 因为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用奖都没办法想象 我说那干脆这样 反正已经我们已经都有用奖的人 那我就干脆用表演的 封冰箱这虾兵蟹这样防疫公仔 可是大有来头 虾儿跟鱼儿的原型 是出自于乡内吉祥物甄选绘绘画竞赛 参赛获奖学童所创作作品的延伸 Q版龙虾创作第一名 是由封冰国小汪玉安拿下 而Q版飞鱼则是同校的黄采尼获得 不仅是提供乡内学生创作平台 以及提升他们的知情心 乡公署也依照得奖作品 一样化葫芦的制作了大型公仔 虾儿与鱼儿 不仅是封冰箱的吉祥物宝宝 鱼儿与虾儿也和乡长江丽婷 共同拍摄防疫宣导 相当吸睛也吸引了超高的点阅率 有些小朋友也都在家里视讯 可能有时间他们也可以帮忙协助在居家的环境 不要说只针对大朋友和长辈 刚好用这个吉祥防疫宝宝去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而这两位防疫宝宝正式加入防疫阵线守护家园 也让封冰箱的防疫宣导阵容更加有看头 记者是玉兰 封冰采访报道